从传统黑白人像摄影进入细化的世界 王世茂的创作写实而又细腻 欣赏王世茂的作品让人感到亲切自在 人物方面描述儿时童年乐趣刻画写实 极为生动自然 风景近物的物化遗情 内在至情至性自然活现 肖像人物绘画的九十顽童西画展 在文化部所属国立中正纪念堂管理处 展出近百件水彩、粉彩及树苗创作 王世茂生长于云林 城市家喻户晓的照相师 在五零年代传统黑白人像照相时代 无论儿时全家福 家观静觉的写生技术、修片技艺 都是当时传统专业的看家本领 也因此奠定了他年轻时纯熟的技术 这些照相修片的功夫 是王世茂耳后发展绘画水彩、 粉彩等创作的深厚根底 近十年来 他游历欧美诸国 更走进西画世界 先后随胡林鱼、洪瑞霞老师 学习素描水彩 颇有成就 精密的线条和色彩的节奏 稳定又温馨的画面寓意深远 笔法的柔语媚 也丰富作品的深度情境 让表现方式更加写实细腻 对生命的热爱 对情感的刻骨铭心 透过画笔、色彩 把内心的感受诠释出来 十方新闻记者 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